放进资料库里面,那当然你要先预先准备嘛 就是这些资料的话,我要避开第1个 栏位名称,那其他的资料都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的话,当然你可以用read,如果read读进来就变成一个全部的字串 那没有意义,所以用realize 加S,realize 然后把它读到一个串列里面,分别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那因为 一列里面有5个资料,所以必须把它split 根据豆点切开 切开之后的话,再分别取出来 所以第1步别写,我们先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做的话,第1个 那前面有讲过啦,所以我就比较快速的带一下 第1个的话呢,我们怎么样 前面一定是F等于Open Open之后的话,有个绝对路径 我是放在C底下的这个什么Downloads 底下会有一个member.tst OK,这个路径的话,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不确定你会不会打错的话,我建议你点上面一下 它理论上会是一个路径,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点其中一个资料夹 然后再点 记得就上面这个啦 就是Downloads这边,把它复制贴过来 可能比较不容易出错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member.tst 那另外的话呢,因为 反斜线是保留了资源 所以拖曳资源,我必须加两条 两个反斜线,那为了要 若不想加的话,你可以在前面加个小R 那就可以抓到这个路径 OK,我们抓到路径之后的话,那一样R模式 那因为这个档案是从Google下载的 所以呢,encoding 它等于YouTube8,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资料读取到了 那读取,将来的话就是放在这个F的物件 档案物件里面,用realize 把里面东西全部读到list1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list1里面就是 一个 逗点 一个 逗点 OK 那如果说我要一个个把它取出来,并且避开 第一个的话,那我们就range从1开始,就不要从0开始 到最后一笔,就LEN整个list里面的所有东西 OK 那再来的话呢,里面呢 我如果今天呢,假如说啦,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的话 还要做什么,切开的话 因为特别注意,它里面本来的资料就读进来就是 一笔 整个连续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分开成五个 五个栏位嘛 那是不是我要用spread 所以我把 读进来的这个东西 做切割 切割 这会连下资料剖析 切割完之后的话呢,把它放在list2里面 好,list2里面就会是一个一个的 然后我分别再把它取出来 那我这边是用那个啦,format 因为里面总共会有五个栏位的 所以要为了 为了希望说,让它再 把它排整齐的话 那我就是什么 总共有五个栏位 所以五个大瓜 中间加逗点 那分别的话呢,format就放什么 list2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编号 list2里面的 编号一的话就是姓名 然后生日血行 加上 最后一个好像 最后一个是电话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要输出就长这样 OK,有没有 就是 1到 50个 会员 好像最后 会多 多一个换行 那应该是这个 最后最后这个好像 里面会有一个换行 所以我就点什么 加一个 点strip strip就是什么 去除掉它那个换行 所以反斜线 把它strip掉 这样的话那个换行就不见了 之前这个也有之前有讲过 所以如果 细节部分不太清楚 可以再 把之前的影片 再稍微 拿出来看一下 好 那现在第1阶段我们就完成了 先把 档案 读进来 有没有 读进来之后呢 再分别把它做切割 切割之后的话 然后呢 就放在list2 那以后的话呢 list2里面就分别放个别的5个资料 那只要我把这5个资料怎么样 放在那个 资料库里面insert into 就可以了 所以第2阶段 我要结合什么 结合上个礼拜 讲的这个 哪一个部分呢 你可以结合这个SQLite这个单元 我在底下的 第1个单元里面 这个有个范本 第42页里面呢 就会 建立一个资料库 建立一个资料表 5个栏位 现在这边是 两个栏位 那你要把它改成5个栏位 然后呢 再利用insert into 就可以把资料怎么样 全部写到 资料 库里面了 所以待会可以把 把这个当范本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跟这一段结合 那就可以完成 把50个会员 写到资料库的目的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只是说两个程式怎么结合 好像就做拼图一样 做过了 拼在一起 就有一个新的功能 我们大概就这样 反正以后写程式就是 好几段全部拼在一起 就会是你要的结果 的功能 OK 试一下 第1步 那我刚刚写这一段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参考我们云端白板底下 的第几页 第46页 可以46页 就是把42页跟46页的程式 结合在一起 那就可以做出底下的 写入 的这个结果 我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写一下 所以第1步 一定是读档 档案读进来 第2步的话 再建一个资料库给他 资料库里面有个资料表 需要5个栏位 然后呢 一个萝卜 一个坑的 分别把资料写进去 就完成了 OK 所以 试试看吧 不过这里面 我是觉得 会比较有障碍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 串列 然后配合回圈 所以等于是 你要对那个串列跟回圈一定要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或者的话做这样的 动作 就会常常会觉得 你的 脑袋有时候还没办法跟上那个回圈的速度 OK 所以第1步先完成 把资料读取 间跟切割 第2步的话呢 才是在建一个资料铺 把资料再放进去 对吧